2019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2月25日 在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两会代表委员介绍自己议案提案的相关情况 并就公众关注的疫苗 医药体系建设等热点话题给出回应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表示 2019年他比较关注的问题是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改进 这一期会乡村医生水平的提升 跟对于的保障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乡村医生 总体来说还是水平 总体还有得以提升 我们的对于确实有得以大幅的提升 那么第二个例子 是关于新的医疗保障权 2018年成立以后 如何更好的助力赛医列动 推动医疗的升华 据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介绍 2019年他准备有几个提案 其中一个是关于如何消除狂犬病 规范 犬肢的管理是防控 消除狂犬病的关键 如果犬的狂犬病 没有得到消除 没有得到控制 那么人的狂犬病还会有 所以呢 规范犬肢的管理非常重要 那么最关键的 在哪儿 就是抢击城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要把这个到社区 责任到人 社区 您说的城市 到社区 服务中心 那么到农村 要到乡 到镇 到村 作为未来这个他们工作考核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 某一个乡 某一个村 今年有没有夸缺病 他们的流浪狗是不是都打了疫苗 所以呢 这一个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音表示 2019年两会 他将针对药品追溯 中国人口结构 卫生事业 基层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做出提案 一个是呢 我们正在调研 我想围绕着我们近来出现的 比如疫苗啊 等等这些事件 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国家呢 建立药品追溯体系 第二个是呢 我们关心我们当前的人口结构问题 我们面对当前的人口结构 老龄化 家庭少子化 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第三呢 我会继续关注啊 基层建设问题 怎么样的解决我们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呢 是我们卫生事业改革当中的当务之急 会上有记者发问 2018年发生了一系列疫苗事件 如何重建公众对疫苗的信心 对此方来因表示 除了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疫苗药品的贫控之外 还需要建立相关的问责制度 提高监管水平 看疫苗包括看药品质量 我们首先要看我们的整体质量 细心建立在哪 细心要建立在我们对整体质量的评估上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个别问题要看个别问题的性质 是违法犯罪 是整个产品质量低下 还是什么 当然一粒老鼠是坏一锅汤 所以政府在加大对个别问题的治理 这里既包括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也包括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 提高监管水平 我想未来还有第三点 就是不断地提高我们技术水平和技术监管水平 这对于保护全国人民的健康权益 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对于保护全国人民的健康监管水平